大家好,这里是无端欢喜,我是小喜 今天我们精选了可以代表各个月份的十二首小诗 它们精美动人,代表了不同的月份,不同的特质 你是几月出生的,我就送你几月的诗词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王安石的元日,送给一月出生的你 暴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心桃换旧符 这是王安石写的一首关于正月春节的小诗 表达了万物复苏,辞旧迎新的喜气景象 正月出生的你,赶上了一年的开头 一切都是新的 春天开始萌芽,开启了新鲜富足的一年 把这首诗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你是二月出生的 贺之章的这首《荣柳》送给你 碧玉庄城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细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早春二月,细叶垂柳 贺之章用简练的笔调 写出了二月的优美动人 二月出生的你,一定也有双柳叶眉 有如垂柳一般的俄罗身姿 二月的春风令人沉醉 二月的你,更令人沉醉 如果你的生日在三月 李白的这首《宋孟浩然之广陵》 送给你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避空静 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是李白写的一首送别诗 烟花三月这种浪漫的表达流传千古 三月时节,烟雨蒙蒙 一切的景色都是那么唯美 带着淡淡的哀愁 正如三月出生的你 有着细腻敏感的心思 让人猜不透,想不透 翁眷的这首《乡村四月》 送给四月出生的你 绿遍山园百满川 紫归生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 材料缠丧又插田 四月是播种的季节 绿也遍地,紫归生蹄 大地一派欣欣向荣 勤劳的人也在耕耘着庄稼 正如林辉英所说 你是人间四月天 你是暖,是希望 代表了最明媚的春光 这首《约克》送给五月出生的你 黄梅时节佳佳雨 青草池塘处处挖 有月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五月正至黄梅时节 英语连绵池塘挖声 田净又慵懒的田园月染纸上 五月出生的你 是否也如这般潇洒自在 这浓浓的诗意献给你 愿你珍藏五月这份独特的美 如果你的生日是六月 这首《小出镜慈寺》 送林子芳送给你 这首诗把六月写得太壮阔了 西湖无穷的连夜和荷花 正是好风光 六月出生的你 想必也是一个豪气十足的人 这首活力满满的小诗 配你再好不过 如果你的生日是七月 这首《山居杂诗》 九十首之一送给你 七月正流火 晚饭尽煞中 烧脱争欲苦 顿绝心尽空 梦秋时节七月流火 暑气还没有退去 夏天的尾巴还在顽强地发挥着余热 七月出生的你 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 表面看似文静 心里比谁都热情 如果你在八月出生 这首梦浩然的灵动亭上张丞相送给你 八月湖水平 寒须混泰清 气争云梦泽 波汉岳阳城 这四句诗把八月的湖水写得雄伟壮观 八月出生的你也是如此潇洒有魄力 如果你的生日在九月 这首黄巢的菊花送给你 带到秋来 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纱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静带黄金甲 最能代表九月的是菊花 双染的菊不怕秋寒 香透长安 铺天盖地 后两句真的是写绝了 这首名诗最适合送给九月出生的你 愿你有菊花的坚韧和芬芳的浪漫 如果你是十月出生的 这首梅花奇二送给你 江南十月天雨霜 人间草木不敢芳 独有稀头老梅树 面皮如頤生光芒 十月霜正浓 白草枯萎 只有梅花在生着光芒 十月出生的你 孤傲而洒脱 自有一股梅花一般的 倾心逼人的气质 这首如画的小诗 送给你很合适 如果你是十一月出生的 这首和江陵几永雪二十运 十一月江雪 寒谁既有无 云横洞浮意 散极气交诸 十一月又叫冬月 天寒地冻 等待着一场大雪飘落 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你 就是冬天里的希望 代表着冰雪聪明 纯洁美好 这首诗送给你 感谢在寒冷的十一月 有了温暖的你 如果你生在十二月 这首陆游的 游万里桥南 刘氏小园送给你 家园寄无人 满地梅花香 闲来夜煮仗 腊月日已长 在腊梅花香的园子里 闲停信步 真是一件悠闲又美妙的事 腊梅是冬天最香的花 正如腊月出生的你 由内而外都散发出 高雅的气质 朴素大方 却又芬芳宜人 这首诗和你正好相称 你的约分是哪首诗呢 是否和你的气质 也有几分相似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次见